看看你周围 几乎你看到的所有东西都需要能源 食物 水 暖气 空调 通讯 我们日常使用的工具 所有这些都需要能源 而这些能源需要保持经济实惠 而且由于人们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用于食物 暖气 制冷和运输 因此能源成本的增长影响到每个人 能源价格影响我们的经济和所有业务 为了过度到低碳能源系统 而无需显著增加成本 我们必须制定一个稳定的经济的能源供应计划 好消息是 以油为燃料的核能 提供了高效经济的无碳能源生产 其成本对环境的影响都有所降低 让我们来看看全球能源消耗情况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 2019年世界消耗了大约4.2亿泰交耳的能源 三大能源消费领域是工业 交通和住宅 2019年 全球能源产量的90.3%来自碳燃料来源 在9.7%的非碳能源中 大约一半 5%来自核能 核电是最灵活和最可靠的无碳能源生产设施之一 扩大核能的使用是保持能源价格低廉的一种方式 它可以在地球上的大多数地方使用 并且可以在不需要电池组的情况下产生能量 无论当天时间和天气如何 它总是处于供应状态 一直可用 污染小 对燃料和废物的要求最低 核燃料也很强大 是目前世界上能量最密集的燃料来源 一颗油燃料颗粒 款3%英寸 长5%英寸 可以产生与一吨煤相同的能量 与大多数非碳能源相比 核电站占用的空间也要小得多 韩国Hano核电站 包括2022扩建部分的产电量 约为18兆瓦每英亩 这比现代太阳能项目的有效空间高90倍 比风能项目的直接占地面积有效空间高50倍 比风能项目的总占地面积有效空间高1500倍 核电所需的主要成分是油 由Onco Energy等公司提供 为了将核燃料运送到发电站 油是用含氧水从地面提取出来的 并在中央处理厂进行处理 油干燥后 它就成了我们所说的黄饼 然后被送到浓缩和负极设施 最终成为颗粒 或变成燃料棒 一种能源 燃料棒被输送到发电站 并在反应室中彼此相邻放置 反应器内的水随后被加热 产生蒸汽 进而产生无碳电力 在过去的50年中 我们在核能和油提取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进展 称为现场回收或原地回收 它可以在不开挖土壤的情况下 从地面上清除矿物 油提取特别有利于原地回收 Uncle Energy的团队 是原味油提取和加工的领导者 他们的知识和专业 开创出油回收和加工技术 大大减少了提取过程中释放的碳量 同时提供了环境友好和经济上可行的美国国内能源 Uncle Energy专出于美国境内的油项目 专门使用原地回收技术提取油 欲了解原地回收的更多信息 请参与我们关于原地回收流程的视频 核能是为我们的社会提供动力的最有用的工具之一 Uncle Energy提供生态型和经济型核能生产解决方案 Uncle Energy致力于成为助推未来发展的领先油供应商 经济 环保 可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